进口原油37,716万吨,同比增长8.1% 新能源车能不能买 简单介绍一下自己作为一名专业的汽车人 在汽车界驰骋了十几年的车铺头 卖出去超5000部汽车 对所有车型配置,最底价都了如指掌 如提中国依赖进口,战乱不止油价飙升 新能源汽车能不能买 新能源汽车这两天风头震惊 但是说真的技术很好 但是不一定足够稳定 有的人开到单位充电 有的人单位没法充电 有的人回家拉根电线就能充电 有的人租的车位完全没法充电 还有二手车掉价真的太快了 续航里程变成了续航里程 这续航里程基本和电动自行车一样 说跑80千米,你跑个50千米顶到天了